好彰化社投清水岩寺呢 有将近300年的历史 每逢大年初五 他们都会抽国运签 还有工商签 以及农牧签 那昨天上午庙方是寻鼓励直角抽签 最后国运签抽到的是中夏签 签师是龙虎交汇 这个让庙方看了 简直吓了一跳 直言这次的国运签 是在向国民党 民进党 还有民众党三党喊话 希望在野执政 不要龙虎斗 国会在三党不过半的情况之下 不要为反对而反对 因为彼此不退让 进而会影响到的就是工商经济 对人民更是伤害 要以何为贵 工商经济才会好 那青龙年多间公庙 他们都抽出了国运签嘛 表面上呢 很多庙他们抽到的都是中上签 但是解签之后 却让人对国运是充满了担忧 赖庆的520就要就任总统了 要面临的挑战 也是接踵而来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 今年严峻的事情很多 赖庆德在520前 没办法做出决策 但是至少应该要对一些事 做出承诺 市长已经有很多人在警告了 就是说 你这520过关也不容易 那贸易壁垒调查 恐怕还是会有第二波 对 对不对 还有河山要不要研议 对 河山研议 这些立法院就要处理了 就这个会期就要处理 因为他要有一个缓冲期 他六月就到期了 对 要不然六月之后又不能组团去大陆 所以他又要解决这件事情 组团去大陆是 蔡英文留下一个定心咒这样 一路上游 坦白讲我没有看过一个看守内阁 给人家做这么重大决策 因为你这个就好像有一个东西 你给人家这样卡住了 你叫他520怎么就职业说怎么说 而且你明知道卡这个问题 中国大陆不会理你 因为那个M503已经到 国际平衡组织已经登陆了 对 他那个不是新的登陆 对 那是国际平衡组织确认的 是既有的他开始实施 因为之前他对你还有点善意 对嘛 他现在就公事公办 所以你这个 我难以想象他会回应你 那可是就是 这个旅游业是六月一号之后 生意就知道难做了 赖清德如果在520之前 他也还没上任 他也不能做决定 不过他可以做承诺 他可以说我上任之后 立即去调整 民众党的前立委蔡壁如 在情人节当天 他透过了社群祝福 大家情人节快乐 那另外蔡壁如更是 亦有所指的表示说 我有很多朋友 朋友是越沉越乡 无需多言 见到面知道你好 就会觉得很开心 突然强调朋友的重要性 似乎是亦有所指 意外让一篇情人节的贴文 产生了不少的话题 那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说 蔡壁如是有情有义的人 值得结交与信任加油 更有网友是替蔡壁如打抱不平 直言柯文哲 陈佩奇自己自重 人性之现实 2028成不了气候 那蔡壁如他一开春 其实就要上任了台中市政府的顾问 那他日前在专访当中 他也提到说 他不愿意回去党中央 因为会死得很惨 那也让外界认为说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留不住人才 对此时事评论员吴静 他就说了 只要敢对柯文哲说真话 批评其实就会被出真 所以根本没有人敢讲实话 现在柯文哲连声量都是 大叔韩国于八倍 怎么突破同温层 就是首要课题 新年开工 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 也有了新身份 就是台中市府有几职顾问 前立委孙大千直言 卢秀燕很聪明 不但在绿营选区 安插一根钉子 也让蔡壁如在民众党 继续扮演 亲近国民党的角色 卢市长选后 请他担任有几职顾问 也是对他的一种肯定 更是卢市长海纳百川 广妖人才的具体案例 但遥想当年 蔡壁如还是柯文哲的心腹 更是民众党的创党之母 如今却与民众党渐行渐远 柯文哲想再谋大位 却留不住革命伙伴 蔡壁如也在专访直言 党中央固步自封 柯文哲继续用身边的人 泡沫化速度会比宋楚瑜更快 更斩钉截铁的说 我回去会死得很惨 不会啦 这个蔡壁如是民众党第一战将 他回来应该是别人要怕他 你们记者每天都在挑拨离间 我就觉得实在是很麻烦 不意外啦 只要说真话的人容易都会被 甲老二的军团出征 你会看到不管是任何人 只要对柯文哲有批评 指教的媒体人 政治人物都会受到 这些甲老二军团的 出征的状况之下 恐怕没有人敢跟柯文哲讲实话 少了敢讲真话的亲信 柯文哲的烦恼还不止如此 时事评论员吴静怡分析 从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之后 柯文哲声量急速下滑 相差将近八倍 空战没有新的突破点 也面临大危机 2月1号的时候 韩国瑜的流量 差不多加起来就有十几万笔 那柯文哲那个时候也是一万多 韩国瑜未来这个只要准时上班 都会比柯文哲七点半来得强 所以建议柯文哲啦 一下要成为小兰 一下要成为小绿这个状态 那恐怕他会这个突破不了 这个自己的同温层 网络声量不如以往 再加上留不住战将人才 柯文哲若想不到办法突围 蔡碧如的泡沫说恐怕异语成乘 记者林梦昌蔡平红新北桑报导 那蔡碧如她接任台中市府顾问 对民众党来说还重要吗 只是评论员谢寒冰就分析了 陈沛琪的发文指出 陈沛琪在告诉大家一件事 那就是蔡碧如不重要 而对于民众党连日来的新闻 谢寒冰也很无奈的说 选战都已经过了一个月 大家都看你了 柯文哲可能没有搞清楚一点 就是当你们对一个 他跟着你二三十年人忠心耿耿的 你们对到他的态度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以为别人不会看在眼里吗 现在在做回答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该做的工作都没有去做 那这种基本的工作都不做 你告诉我你未来会去地方打拼 会去想办法把你的人际网络 在地方上散开谁信 你连你旁边的人都搞不定 那黄山山如果真的这么伟大的话 那很好啊 你们就继续抱着黄山山 我又不反对 你们就用力抱着他 看他会不会伸出一朵花来 如果民众党真的认为黄山山这么强的话 你不要让他去当什么党团的干事长 什么东西 就要你弄个副主席给他当嘛 我觉得民众党到现在 已经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你们都走不出这种失败的阴影 这是让人家觉得你们可怜又可笑 真的拜托跳出来好不好 大家都看你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